攻击有花 并且以非常果断的求风求露 成功爆冷拿到决赛资格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 用这种效率 对 还是在互相拉开 就是顺风会比较多 这是攻击有花与山口茧的第二次较量 在首次的较量中 以非常明显的差距 两局输给了山口茧 也就仅仅过了四个月 攻击有花在赛场上途 他发球每次发得很高 能够打出连贯控制 带着微弱优势进入下半局 我觉得就是他那个时候发很高的时候 为什么没人敢上去扑他 真的是 这个被动的摆脱 一排直接得分 给他这种半高不高的球 他打得特别好 对 很耐心啊 大了 这 对 对 输了啊 不出手的时候 他就就是很耐心的去再跟对方摸 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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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漂亮 你要展开啊 对 要展开 对 他没有 对 动作也很小 对 对 好 腿脚不变的缺陷 两次的感觉 没口气没压正 你看这个打 这个就是推反手 他就推了反手之后 正好是上 也没觉得怎么样 今天一感觉就是这么一打 感觉多拍能力还可以 嗯 这个弧度就还可以 哇 我一点 你真是 机会 哇 哎 这边 滑了一下 这个啊 自己是这个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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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打得太好 不喜欢这个球 嗯 其实山口健这个球 你感觉看到机会了啊 是 这个球很关键 哇 我抢上高点直接够对脚 哎呦是手软 关键时刻 双方各自都出现失误 宫崎有花率先进入局点 但自身的失误又让山口倩追了上来 在最后的时刻 山口倩的连续两个主动失误 将前面的追分都无用了 让宫崎有花成功拿到首局比赛的胜利 同时在体能方面消耗得非常有重 山口倩第二局就非常危险 暂时上进行一些调整 很好看 对 就让你看 对 他就是节手的效率比较好 有时啊 往前对脚 对脚 上半局山口倩率先拿到领先 但宫崎有花又在橘蟹前完成反超 可以看到山口倩的体能消耗得非常严重 以至于手感的下降 下半局就被宫崎有花整点拉开差距 不如熬住的 不到最后一封不能放 嗯 激发球毁了一个滚网 马上就得勾就 人家一上来特别难受 哇 接内 哦哦哦 接发球直接不压啊 这种感觉也是一样的 就是后场 从下往上打 抡起来打 嗯 哎 推倒了 原来他又管了 嗯 放住了 这准时让你准备借着剩劲 嗯 直到最后攻击有花的体能依旧在线 手上的变化能力 让体能接近枯竭的山口倩被感压力 最后在攻击有花 最后在攻击有花 非常戏剧性的极限 顶得非常到位啊 21比15 这种比由来自日本的攻击有花 达出了职业升线最后一个决赛 成绩 尽森 成绩 成绩到了决赛 成绩 考渡赛